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险的识别和评估 风险的应对 那么风险的识别和评估其实就是先去了解整个循环当中的一些基本的流程 涉及到的重要的内部控制 那么另外呢就是去关注一下整个的循环当中可能会存在的重大错报 那么我们如何来进行相应的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那么在实质性程序当中呢我们就会重点的来介绍 关于存货监盘这个知识点 所以呢大家在学习这一章的时候啊 要把存货监盘放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关注这一章的相关知识点 首先第一个知识点是叫做生产与存货循环的业务活动和相关的内部控制 对于这个部分来说呢 大家其实就是要基于这个知识点的学习啊 了解一下整个的生产与存货循环 它的一个基本的流程是什么 在流程当中的各个环节都有哪些重要的控制 那么大家想一次生产与存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或者是说对于其而言 一般而言的这种生产与存货循环的流程应当是什么 应当是说先从生产开始对吧 从生产开始这个相应的生产部门 获取到了相关的原材料 领了料以后开始进行生产 对吧 生产完了之后呢 就有这个再产品呀产成品呀 产成品再进入到仓库 对吧 下一步就是什么了 就是销售了 对不对 那么从生产到进入到仓库变成存货的这个环节 其实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循环当中的重要的内容 那么这张这个流程图呢 实际上就概括了我们生产与存货循环的一个基本的业务活动的流程 它从计划和安排生产开始 下一步就是想生产了 那么就要去比如说仓库那块领料 对吧 领取原材料 领来原材料之后呢 生产部门来进行商品的这个产品的一个生产 然后生产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对于产品要进行一个成本的核算 当然我们在审计当中不会考你如何来核算成本 对吧 这个应该是这个财管那一刻的内容 那么核算完成本啊 也就是说生产完了产品之后呢 要进入到入库 并进行储存 对吧 这一步呢就开始干嘛了 开始进入到这个销售与收款循环了 是不是 那么到期末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有存货啊 你生产完了之后 并没有全部都销售出去 对吧 还有一部分存货 那么这个存货当然也包括了像原材料这些 对不对 那么要对它进行一个盘点啊 那么对于存货而言呢 我们说它不光光有数量的考虑 还要考虑它的这个价格哈 那么还要关注它价格 是不是存在这种简直的迹象 所以你看整个的这个循环 其实就围绕着我们从领原材料到生产产品 到生产出来产生品之后入库 对吧 有售卖的 剩下的 对于剩下的 它的一个到期末的状况如何 因为我们要关注报表当中那个存货的账面价值是 有没有重大挫报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看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循环的过程 那么这张图呢 相对来说更加具体的将 我们刚才提到的生产与存货循环的基本流程 给大家进行了展示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我们还将它的各个环节 可能涉及到的一些凭据呀等等 给大家融入在了其中哈 那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一项生产与存货循环而言 或者是说对于企业的这个生产来说呢 首先应该是生产的计划部门 做出相应的一个生产的计划 对吧 那么生产的计划部门呢 根据比如说客户的这种订购单 或者是销售部门的相关的这种预测 我们可能接下来的销量如何 对吧 然后呢 来决定向生产部门提出这样一个生产的要求 对吧 所以它的第一步呢 就是根据订单 然后呢 销售预测和产品的需求分析 来决定收产授权 这是由生产计划部门的 那么生产授权就是要授权给谁呀 授权给这个生产部门 对吧 比如说签发这个顺序编号的生产通知单 根据这个顺序编号的生产通知单 顺序编号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控制的制度 对吧 将它呢 给这个生产部门 告诉他们啊 接下来你们的生产任务是什么样的 当然呢 我们说这个该部门 还需要编制一份材料的需求报告 那列势所需要的这个零件和材料 及其相关的库存 那么这是关于计划和安排生产 那么等到下一步 大家想 当生产部门啊 接受到了这个相应的生产通知单的时候 那么他们就相当于是什么 相当于执行生产命令的 而做生产规划的是计划部门 对吧 执行生产命令 那么我们要有米才能够做饭呢 米在哪呢 他就要去跟这个仓库部门啊 要去申领相应的这个 用于生产的这个原材料 对吧 这就是第二步 仓储部门的责任 是根据从生产部门收到的这个领料单 对吧 因为这个生产计划部门已经告诉生产部门 我们要生产多少产品了 那么生产部门呢 就会基于这个相应的一个安排啊 这样的一个产品的生产要求 来编制领料单 给这个仓储部门 然后仓储部门呢 给生产部门 对吧 发什么 发原材料啊 根据这个领料单 去发这个原材料哈 发原材料 大家来看啊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 他先给他领料单 对吧 然后呢 他签了 领料单 给他了 对吧 然后他要在这个领料单上签字 签完字以后呢 自己留个底 另外一张呢 散回给生产部门 对吧 你不是要有这些这个料吗 那我签了 签了之后 我把原材料给你 同时把我签完这个领料单 也给你 对吧 然后呢 另外一单 另外一连呢 就是给财务部门 财务部门 拿着这个领料单来干嘛 来核算相应的成本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个过程呢 就是有一个 你需要 我给你返回 给你这个提供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第二个环节 当然在这个环节当中呢 我们说 对于生产车间而言 这个领料单呢 应当是经生产车间的这个主管签字批准的 对吧 因为生产车间的主管 他要负责啊 确定我们这次的生产 需要多少这个原材料 而仓库部门呢 往往是收到了这个生产部门的领料单之后呢 根据这个领料单的相应的要求 因为这个领料单上会对应着相关的 你需要的生产部门需要的这些原材料的数量呀 规格呀等等 对吧 然后呢 他根据这些信息呀 将生产车间需要的这个原材料 他们的这些信息 录入到计算机系统当中去 这样的话 实际上就形成了一项自动控制 对吧 那么录入进去之后呢 仓储经理对他进行复合 并以电子签名的方式确认后 那么这个时候 就把原材料跟领料单一块给了生产车间 对吧 那么对于仓储 仓储部门呢 进行这样的一项自动控制 它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通过这个各个 你给我来的这个领料单的相关信息 我录入去之后 那么相当于就对相应的原材料 形成了一个台帐 对吧 那么在这个台帐当中呢 就非常清楚的记得 什么时候 这个哪个车间 领走了我的原材料多少 那么对应着这个原材料 对吧 走了多少 剩了多少 那么就非常清楚明了的 就对他记录下来 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动化控制 或者是说 这种数据处理啊 这个信息化处理 带来的一个非常方便的这样的一个好处 是吧 那么这种自动更新材料的这个明细台帐 就能够帮助仓储部门 也比较迅速的了解它仓储部门的 相应的原材料的一个存量的情况 对吧 你比如说 我通过这个相应的这个信息登记之后 发现啊 我的这个原材料 某一批 某一类不够了 那么从这个账上能够非常清楚明朗 就看到 我该去采购去采购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过程呢 其实也是一项重要的控制制度啊 那么大家想 到下一步的时候就是干嘛了呢 生产车间领完了原材料之后 就要开始生产产品了 对吧 那么生产产品呢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 把原材料拿来之后 把米拿来之后 分配给不同的这个生产的工人 让他们结合着相应的任务 来完成相应的一个生产的过程 当然在车间生产产品呢 应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哈 我们说的这个复杂 更多的体现在说 比如说原材料到 再产品到产产品的这个过程 可能需要经过多到的工序和手续 在这里我们不用交谈过多哈 这块呢 可能更多的是这个 这一到后续的一些 关于再产品产产品之间的成本分配的 这样一个问题啊 那么再到下一步生产出来了产品之后 就要核算这个产品成本了 对吧 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说过了说 到了生产车间之后呢 原材料到再产品 再到产生品啊 一定是这个过程当中 要做好相应的一个成本的核算 这些呢 通常从这个财务会计 尤其是管理会计的角度来说呢 是非常重要的 而作为我们注决会计师 在去审计的时候呢 当然如果说从这个实物的角度上来讲 你一定要清楚这个成本 在产品产生品之间应当如何来分配才是合理的 对吧 因为你如果不清楚它如何来分配 对吧 或者是你不清楚到各个环节当中 它用料的百分比啊 用了多少料啊 这些不清楚的话 那么对于它的成本的规级 你可能就得不到一个充分之道的证据 对吧 所以在实物当中呢 这块要关注 当然我说我们从这个背口的角度上来说呢 我们不需要了解太多 我们只要就知道什么呢 只要就知道说 在产品和产生品之间啊 这个原材料它的成本的分配 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因为它将会决定着报表当中存货的相关项目 以及我们后续的 比如说营业成本的确认过程当中 它的金额准不准 对吧 那么如何来确定它的金额准不准呢 一般我们说用这个产量和公时的记录啊 产量统计的这个记录表啊 以及生产统计的报告啊 入库单等等啊 对这些我们能够有助于 对这些的了解啊 有助于我们来确定啊 这个产品成本的一个分配 相应的一个核算啊 那么再下一步就是什么呢 生产完了产品了 我们要将这个产品入库了 对吧 我们看看啊 这个从个这个图 其实会更加的直白哈 要入库了啊 产生品生产完了 要回到仓库当中去了 对吧 把原材料给他 然后我收传出来 产生品给你 对吧 要入库 那么在入库的过程当中 我们说了 哎 仓库部门或者是这个仓储部门啊 他们收到这个产生品的时候 一定是要干嘛 要验货的 对吧 因为进入到这个仓库的仓库当中 因为进入到一个仓库当中 相对来说就要由仓储部门人员来负责了 所以在进入到我这个仓库之前 我承担这个责任之前呢 我先要对相应的这个入库的产品的相关的情况 进行一个检验 对吧 你比如说 它的品质特征啊 然后这个相应的入库产品的一个数量啊 等等 我仓储部门的人员都要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关注啊 清点完了以后 再签收 再入库 当然了 签收的过程当中还要将 你签收完了之后 还要将这个入库的数量跟快据部门做一个沟通 对吧 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个成本的一个分配 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交代啊 那么这个环节呢 做好其实对于比如说 这个存货的一个存在啊 完整性的准计分呢 都密切相关啊 你比如说如果这个 它没有很好的确认 相应的数量 或者是说没有很好的这种登记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有可能会存在着 比如说账上都没记这个产品已经入库了 没记 然后呢 结果仓库当中有这个产品 那就说明不完整 对吧 那么如果说清点啊 数量 这个没有清点 对 数量说是一共有1万个 但实际上只有8000个啊 然后呢 它也没有仔细去经典 那么这个时候账上就记了1万个 但实际上的入库只有8000个 没有那么多 就是虚记了 这个存在有问题 对吧 那么对于相应的这个品质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把好关 那么就意味着说 你账上可能记的是这个金额的存货 但实际上它不值那么多钱 也就是它的准计分 可能出现了问题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环节呢 各个点啊 或者是关键控制点 也都非常的重要 这是关于产品 入库及储存 那么实际上到这儿呢 我们讲 对于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过程 就已经结束了 是吧 因为从领取原材料 从这个计划生产 到领取原材料 到生产出来产品 并且核算完成本 再入库 这个环节基本就结束了 但是呢 下一步 我们说就是这个销售产品了哈 就是要发出产品了 这个我们不用说太多 这块其实就是直接贯穿到了 销售与收款循环当中去 再到下一步是什么了 同学们 到什么了 就是到期末的时候了 对吧 到期末的时候啊 我们要关注一下 这个存货的一个情况 关注一下存货的情况 因为到期末 账上资产负债表当中 会记录存货 它的账面价值 而这个存货的账面价值 它应当考虑的内容 有几个方面 对吧 首先呢 存货 它本身的金额 存货的数量 乘以存货的单价 所以你要确定 这个存货的数量 对不对 存货的单价 这个合理不合理 对不对 对吧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说还要考虑到期末的时候 这个存货 有没有可能已经发生了减值 对吧 那这些综合考虑之后 那这些综合考虑之后 才帮着我们确定下来了存货的账面价值 啊 所以下一步作为管理层而言 它的那个内控来说呢 他们到期末的时候 就要对存货进行相应的一个盘点 对吧 来确定存货的数量 是不是跟账上能够相对 跟账上能够对得上 当然在这个盘点的过程当中 还可以对比如说存货的这种状况啊 等等 获取到相应的一些证据 那么盘点完存货 盘点盘点的是数量 对吧 还要去进行一个 可能存在的这种减值问题的一个考虑 也就是说对于那些 可能已经质量上出了问题了 或者是已经过时了 周转缓慢的存货 它本身的计价当中 就得考虑减值的这个问题了 是吧 所以你看 整个的这些 才构成了完整的生产与存货循环的一个 基本的流程 当然呢 我们说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存货跌价准备这一块呢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就是说确定它有没有发生减值 我们可以通过 比如说定期的编制这个存货获领的分析表 对吧 那么通过这个分析表呢 来确定它有没有减值 更多的是 你定期编制的话呢 实际上是对于你这个存货 有没有发生减值 能够获取到更好的这种信息的一个 这个保证啊 那么另外呢 就是生产和仓储部门每个月上报残冷被刺的存货明细 通过这些呢 其实有助于确定相应的财务部门啊 有助于通过这些来确定存货的简直的一个情况 并且呢 计题充分的存货叠价准备 好了 那么刚才呢 我们是对于整个的存货 生产与存货循环的基本流程 以及对应着的一些重要的控制要求 给大家做了介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重点的关注一下 生产与存货循环 涉及到的这个重大突破风险和控制测试 那其实大家首先要想的是说 对于生产与存货循环过程当中 它可能涉及到的重大突破风险在哪里呢 实际上到最后不就是什么 就那个存货可能出问题吗 计价出了问题吧 对吧 所以对应着的 就是跟它的这个存货 它的成本核算呀 相应的这个数量啊 有关的一些风险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 交易的数量和复杂性 那对于制造类的企业 他们相对来说 这个交易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那么这个数 如果一旦是记错了 漏记掉了 或者是记错了 那么就很容易出现 这个最后的一个账上的金额 出问题啊 那么数据数量庞大 交易复杂 也容易导致了这样一个 过程当中的错误和舞弊的风险 那么第二个就是 从成本核算上来说 我们讲 你看我们在前面讲 这个业务流程的时候就谈到了啊 说整个的业务流程当中 从原材料到再产品 再到产成品 我们如何比较恰当来 进行一个成本的规及和分配 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 对吧 那作为这个成本的会计来说呢 在这种进行这种分配的时候啊 也是相对来讲 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啊 所以你看这个作业成本法 它就非常的科学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讲 也仍然要基于相应的企业 它这个生产的特点啊 各个方面的这个工艺的流程 存货再产品和产成品的这个特征 对吧 来确定这样一个成本的一个核算哈 那么我们讲 对于原材料和直接人工来说呢 是比较好规矩和分配的 但是对于间接费用呢 可能难度就比较大 而且不同的行业 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这种差异 那么第三个这种风险的来源呢 就是产品的多元化 对吧 我们讲对于存货来说 存货存货 大部分的制造业 他们生产出来产品都叫做他们的存货 是吧 但是这个制造业的特点差异太大了 对不对 你比如说 有的是生产煤的 生产电的 那这叫制造业 对吧 还有生产的是糖的 古物的 对吧 你比如说还有生产啤酒的 然后还有生产 这个一些黄金宝石 对不对 然后还有生产药的 所以你想 这些不同的这个存货 他们本身 这个 它的数量的一个清点确认 对不对 盘点啊 然后呢 它的价值的一个分配 也是 在确定的过程当中 有非常大的差异 那么它就加大了 我们在 这个 作为我们财务人员 在进行 这个成本分配过程当中的难度 那更何况 我们后边作为注册会议师 去进行审计的时候呢 对吧 所以这种多元化 往往也会导致它在作账的时候 就容易出错 不管是错误还是舞弊 那么到我审计的时候 它的风险自然就会认为是比较高的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对于存货而言 到期末的时候 我们说它的可变现净值的问题 对吧 我们说存货到期末的时候 叫做成本与可变现净值熟低来计量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 成本还是比较好确定的 但是对于可变现净值呢 有的时候是很难以确定的 是吧 为什么 你看可变现净值我们说 对于存货而言 往往是有两个确认的思路 一个是对于那些持有已被出售的存货 那么它的可变现净值 就是估计的售价减去相关的费用 是吧 这个存货就已经被出售了 已被出售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 它的估计售价减去相关费用 作为这个存货可变现净值的一个确定的 这个方式 一个确定的思路 而如果说这个是原材料的形式 甚至于说是再产品的形式 还要再加工 再成了产成品以后再出售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要基于你最后的这个估计的 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进一步加工的成本 再减去相关费用 对吧 这是一个会计问题 是吧 但是我们讲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说我们确定它的这个可变现净值的时候 不管是对于估计售价的确定 还是进一步加工成本的这个确定 其实相对来说 这里边它的难度还是有的 对吧 而且这里边的主观性和弹性还是多的 所以在确定这个可变现净值的时候 你说我们考会计 考这个相应的这个会计处理 它都会在账目当中给出你这些金额来 对吧 但是到了实务当中 你作为一个财务人员 你去确定它的这个估计的售价呀 进一步加工的成本的时候呢 这里边就会存在一定的难度 对吧 正是有这种难度 就决定了什么 就决定了说 费产级单位 那企业自己在进行相应的这个可变现净值 确定的时候 有难度 没问题 而且越是有难度 越可能会给它带来这种操作的空间 从而呢 可能会导致这种东南投稿风险非常高 对吧 那你想 这个过程其实也就影响着最后的那个存货金额的一个准确性计价和分摊 是吧 那么这是它的这个另外的一种风险哈 第五种风险呢 就是存货可能会存放在很多的地点 我们讲这个存货来说呢 它本身的这个数量多啊 然后呢 可能单位的存货 如果要么就是数量很多 要么就是呢 数量可能不多 但是单价会很高 对吧 所以你想 如果到期末的时候 有一些存货 它没有能够恰当的记录在账上 就有可能会发生什么 会发生这个存货不完整的问题 对吧 还有什么呢 可能还有这个不同的地点之间的存货啊 它进行这种叫互相转移 对吧 转移转移的过程当中 就有可能会存在着 让这个存货的这种回损呢 然后呢 存货的这个价值的一个受到影响啊 对吧 那么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故意的 对不对 故意的干嘛呢 将这个存货就多记啊 多记 因为我们存放在不同的地点 可能他就觉得 住宿会计师在那么多地点当中 去查这些存货 他可能不是不会同时都能查完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一个存货记两次 那么你想想 这些问题都会导致 最后这个存货的计价 有错误 对吧 所以这也是导致 存货重大突破风险的一个因素 还有就是像这种寄存的存货 大家想 不管是我们寄存到了第三方 委托第三方 把我这个销售的 代售的 代销的 还是说我们就存放在第三方的仓库当中的 对吧 还有是什么呢 是别人委托我来 被肯定单位来代销的 那你想 这个过程都有可能会面临着重大突破风险 对吧 前面是什么 前面是委托第三方销售的 放在第三方仓库的 有可能漏记 对吧 而别人委托我代销的呢 我又不能把人家的这个 所有权属于人家的存货 寄入到我的账中来 对吧 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情况 他就可能想着演出色快诗的耳目 骗过出色快诗 将别人委托我代销的存货 直接寄给我的存货 寄给我的资产 那么这些不都属于重大突破风险吗 是吧 好 那么这是关于重大突破风险的一个考虑 那么上面我们讲的这些重大突破风险 其实说到底就是跟本身存货它的特点 不管是这个储存的特点 还是它异于可能发生简直的特点 还是说这个对于企业而言 各种各样的这种存货种类多数量多 金额大啊 等等这些特点 从而导致了这个重大突破风险还是非常高的 对不对 而我们对它的风险识别完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进行风险应对 是吧同学们 进行风险应对 我们来先看看控制测试 在教材当中呢 给大家列举了关于这个生产与存货循环 控制测试非常多的内容 我们不会一一列举 不会一一给大家讲 我们选取了其中的几个呢 来帮着大家来理解理解 那么第一个我们选的是 什么风险呢 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 在不同的产品之间 在产品和产生品之间的分配 可能不正确 大家来看 这种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的分配不正确 将会导致什么问题 这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是吧 最可怕的就是管理层 利用这种成本的分配 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的分配啊 分配起来有难度 而从中造假作梗 对吧 这个这样的话 就对住宿会议师查报表来说 就比较有难度 那么住宿会议师在审计的时候呢 也就要去多关注 他这里边可能会存在的问题 当分配不正确的时候 就会导致最后存货的这个金额出问题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 当这个存货被卖出去之后 他进入到营业成本的金额 也会出问题 对吧 所以就影响到了 存货的准计分 营业成本的准确性 而作为备产行单位而言呢 如果建立一个良好的内部控制 是可以降低 这个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的这种分配 不正确的这种情况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成本会计 在执行产品成本 核算的日程成本核算过程当中 这个要做好相应的这些控制的工作 而财务经理呢 要对应着在每月末的时候 将成本的计算表和相关的资料 来进行一个核对 来进行一个审核 对吧 然后呢 最后呢 在对于可能存在的异常项目呢 来进行调查 那么成本计算表和什么资料 来进行审核呢 也就是说 计算到这个成本当中去的 比如说原材料的一个成本的核算表 对吧 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说这是这个原材料的 还有直接人工的 间接的费用的 对吧 那那些如何来跟这个成本的计算表 做一个恰当的这样一个匹配 做一个恰当的这样一个这个核对 都是帮着我们来确定成本和费用 有没有不正确的分配的一个思路 那么这是作为备审计单位而言的 它的相应的一个控制 而作为注释会师 我们要确定它有没有可能存在这种 这个费用成本啊 分配不正确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就可以比如说 询问财务经理如何执行 符合和调查的 对吧 我问你如何来执行的呀 那如果说它是按照比较准确的 或者是说比较合理的这种程序 来对他进行一个调查 来进行核对 那OK 但是如果说我们以往啊 是个财务经理说 我就是拿这个成本计算表 然后看一看上面数数这个加一加 能不能够对上 那这个过程就意味着什么 你没有很好的对这个成本计算表啊 跟相关资料的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核对 那么也就意味着说 你的这项控制并没有做到到位啊 就有可能存在着你有错 没有发现的这种风险 对吧 那还有什么呢 选取产品的成本计算表 及相应的资料啊 来检查财务经理的一个复合的记录 看看财务经理是不是在复合的过程当中 都恰当的进行了执行了相关的这个 按照要求来执行相关的一个核对的过程 对吧 那这是第一个 关于成本费用的分配不正确的这种风险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举例啊 叫做生产工人的人工成本 可能没有得到准确的反应 那么你想 当这个人工成本没有得到准确反应 其实也意味着说进入到存货的相关的这个金额 可能就是出错 对吧 那么影响的就是存货的准计分 还有营业成本的一个准确性 那么对应着这些 我们在进行这个相应的控制的时候 我们说 比如作为企业而言 自动控制就可以 看看所有的员工 有专属的员工代码和部门代码 对吧 还有员工的考勤记录 相应的这些 进入到相应的这个员工的代码等等啊 那么这些呢 其实我们通过这个代码 就能够比较好的来帮助什么 帮助说 我们确定进入到这一块的 这些 他的人工成本应当是 有哪些员工的这个 比如说他的薪资啊 他的薪酬啊 要进入到这一块人工成本去 那么对于这个代码 就能够确定这些人呗 对不对 那么作为这个 这是自动控制啊 那么人工控制呢 就是人事部门啊 每月要编制相应的工资 哎 费用的一个分配表 对吧 那么通过这个编制 这个分配表 其实也是将 你这个员工所属的部门 对应的这个产品 就是将员工的薪酬 和对应产品的成本 要做这样一个很好的对应啊 因为你想 人工成本 人工成本 那往往不就是 员工的这个薪酬嘛 要将这个员工的薪酬 进入到恰当的 这个产品的成本当中去 才可以 那么作为入宿会师 我们在进行控制测试的时候 如何来进行测试呢 其实就是要检验一下 员工的部门代码 是否与其相应的职责相符 是吧 其实就是看看啊 进入到这个产品的 这个成本的这个员工啊 他的费用 是进入到这个成本产品的 对吧 那么对应着这个员工 到底是不是就在这个部门呢 那我可以 我去查一查 他的代码啊 是不是 就是这个部门的员工 对吧 还可以询问 并且检查财务经理 符合工资费用 分配表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呢 就是我们对于 哎 人工成本有没有错误的反应 这个问题的一个关注 再来看另外一个举例啊 说可能会存在这种存货被盗用 或者是残因材料的领用 然后呢 产品销售 而没有入账 出现了最后的这种不服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其实就是说 账上这个存货还记着 但是实际上这个存货已经没有了 对吧 你说存货被偷走了 那不实际上这个存货 实物已经没有了吗 但是账上并没有说 它被偷走了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导致这个存货的存在出问题 它虚构了 虚高了 对不对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说 作为企业而言 我们应当来说 到每月末的时候 保管员要盘点存货 到月末的时候 哎 这个仓库的人员 保管员啊 盘点一下存货 看我们这个仓库的现在存货有多少啊 那 然后呢 再跟存货的抬账进行核对 并且调节一致 对吧 如果出现了这个差异啊 要调节一致 要确定 看看到底这个差异来自于什么地方啊 是吧 当然你不能说随便的调节哈 你是要合理的去调节 那么成本会计呢 要监督其盘点与核对 并抽查部分的存货来进行复盘 这是企业自己的控制 其实就是来避免那种存货被盗用 或者是领用的过程当中 没有记账的情况 导致了账上 还记着这个存货 但实际上存货已经没有了 对吧 要做出这样一个核对来哈 那么到年末的时候呢 要对所有的存货进行盘点 这个并且根据盘点的结果来分析 存在这种盘盈啊 盘亏啊 原因是什么呀 并做好相应的一个快捷的处理 那作为注册会计师来说呢 我们就担心啊 他账上记着那么多存货 但实际上已经没有了 有可能是没有及时的这个登记入账 也有可能就是被偷走了 对吧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确保账时相符啊 那我们就要看一看 比如说他盘点的一个情况 我们要监盘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要检查存货盘点的记录 这是我们在对存货 可能被盗用这些情况下 也就是说他的存在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能采取一些相应的审计程序 那么给大家举了这几个例子 就是让大家来先简单的了解一下 我们在进行存货审计的时候 如何来进行控制测试 还有呢 就是关于最后的这个存货计价的问题 对吧 前面我们说的都是成本啊 数量啊 最后是计价 计价呢 其实就是可能会存在的这种 残冷被刺的情况 对于这个残冷被刺 我们说 它是容易导致存货减值的重要原因的 对吧 而当企业存在这种残冷被刺的时候 却没有及时的反馈到存货的这种减值 并进而影响到存货的账面价值 就意味着这个存货 它的准计分出了问题 对吧 那么存货的准计分出了问题 就是少提了存货地下准备 那对应着借资产减值损失 那不也就少计了吗 对吧 同学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企业作为企业本身 他们也要及时的跟进这个存货的状况 看看可能是不是存在这种残冷被刺的情形 那怎么做呢 首先从自动化的处理角度上来讲 大家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可以经常的根据企业的这个登记的这个存货的台账 来接受这个存货的货铃啊 对吧 然后呢 对这个存货的货铃 这个自动统计它的货铃来形成一个存货货铃的这个统计表 那么这个根据它的货铃啊 周软的情况啊 外部的一些情况啊 来确定它有没有已经发生减值 对吧 当然呢 作为人工控制来说呢 它相对来说可以更加的这个有主观的这个分析的过程 对吧 你比如说我们就结合这个存货的货铃分析表 再参考着存货可能这个毁损的一些相应的情况 对吧 我们来结合着对存货的一些检查 最终的来确定这个存货 它有没有可能会存在这种减值的问题 对吧 那么作为注册会议师 我们说其实键盘的过程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来确定 它有没有已经发生减值的这个问题 对吧 那还有就是比如说 我们询问一下财务经理识别检值风险 并确定准备的一个过程 一问 他说我们就是看看这个存货 有没有这个货铃时间比较久了 我们看越久可能它就检值 问题就越大 我们就给它多少多少检值 我们说够吗 不够 对吧 除了这个货铃的问题 你还要看看它有没有毁损呢 对吧 甚至于说你还要结合这个市场的一些情况等等 所以呢 询问是一种思路 然后呢 问一问 看看他到底确定这个检值的过程都考虑了哪些因素 还有呢 检查管理层的一个复合批准的记录啊 这些都是帮着我们在控制测试的时候 确定他的相关控制执行的到不到位的一些程序 好 那么到这儿呢 我们关于这个生产与存货 循环当中可能会存在的一个重大错风险和控制测试的内容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应当来说 这个内容 更多的是让大家先有整体的一个认识和了解 为我们后面进行存货监盘这个重要知识点呢 看一个头哈